桃膠雙皮奶 爽口的桃膠 和滑溜的雙皮奶 冬天的時候吃暖粒粒 當然我們要先浸桃膠 然後把裡面的薯枝汁出來 洗乾淨的桃膠 我們可以加水和加糖 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然後煮到糖水很少位置 四吋的飯碗 我們加兩湯匙的牛奶 然後用微波爐加熱奶30秒 把牛奶放在一邊 讓它在牛奶的表面結成一層皮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打均勻蛋白一個 糖二分一茶匙 然後我們倒入 淡凍好的牛奶 牛奶表面形成的奶皮 就會留在碗底 加入全脂奶60毫升 攪拌均勻 再將混合好的牛奶和蛋液 倒入有奶皮的碗裡 如果大家喜歡吃桃膠 可以在這個時候加兩湯匙桃膠 不過大家要記得 牛奶只可以放到七分滿 用石紙蓋著碗 然後在電高壓鍋裡 加一杯水 蒸四分鐘 不保溫 自然是氣 不保溫 大家看看雙皮奶多漂亮 蛋皮在上面 淘膠加在雙皮奶的上面 放在這邊 放在一起 讓大家看看 多滑 冷食和熱食都可以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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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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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起